你好 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 《力量从哪里来》 在说这本书之前 我要先跟你介绍一个人 李一诺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本书的作者 他18岁保送清华 28岁进入麦肯西 花了六年的时间就做到了全球合伙人 四年后他成为盖茨基金会 中国首席代表 再之后他又创办了一所学校 与此同时呢 他还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一听这个人生履历 那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 不过当他回看自己过去的种种经历 那些风光多少都带了些滤镜 就像是我们在朋友圈看到的一样 那只是生活中的片刻 但也只是片刻 生活中还有绝大部分时间 都充满了纠结不堪和恐惧 力量从哪里来这本书 就是他试图去掉滤镜 揭开过往的种种不堪 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 所谓成功人士的最真实的一面 他呢也用自己的经历 回答了书名提出的问题 力量从哪里来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面对每一个不敢 从在职场不敢当领导 到生活中不敢当妈妈 再到人生中不敢面对过往的自己 只有当每一个不敢都被打破时 才能从中获得进步与新生 下面呢我们也就从这三个不敢入手 来说一说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不敢 进入职场不敢当领导 第二个不敢 结婚多年不敢生孩子 第三个不敢 成功之后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进入职场不敢当领导 李诺是在美国读的博士 刚到美国时他发现 自己的口语根本不行 听不懂别人的话 也看不懂学校的菜单 面对这样的语言障碍 李诺是怎么做的呢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承认自己的不敢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困难 不管别人怎么看 只要自己觉得是挑战 那就接受自己 在这方面不行的事实 职业问题是战胜不敢的第一步 那剩下的就是去解决问题 英语不好就多花时间 去识去练 靠着这个方法 李诺解决了很多的不敢 那职场问题也是一个道理 但是啊职场上的问题 却隐藏得更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是自己不想去做 却并没有意识到 其实是自己不敢去做 就比如说当领导这个事 李诺在麦腾西工作了两年以后 成为了项目经理 但那时候的他呀 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升职这件事 因为他看不惯公司高层的一些做法 所以根本不想参与他们 他呢就遇到过这样一个领导 事儿嘛什么都没做 功劳嘛倒是一样不辣 全榜身上完 李诺觉得 如果要是领导都是这样当的 那还不如离职算了 想到这里呢 他的心中还有点莫名的崇高感 直到有一次一个朋友点醒他说 如果你想让自己坚持的东西变成现实 那你就得自己做领导 李诺这才好好反思自己 发现自己之所以没有好好思考过 当领导这件事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他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只要自己的能力强 那么领导一定会看到并且提拔他 第二是有羞耻感 在他看来自己主动要求升职 就是追求名利的表现 这很羞耻 第三是他认为为了竞争而花时间跑关系 使浪费时间不务正业的表现 我相信啊 有不少职场人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但这三个原因都是表象 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不敢 没错就是不敢担心主动要求升职 会被别人看成是追求名利 不务正业的表现 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条条框框 限制住了自己 经过了这一番思考 李诺也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他开始真诚地面对自己 对自己说 我想要当领导 为了当领导 他开始主动地约见自己的同事和领导 大大方方地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成果 职业目标 并且争取他们的支持 他的积极主动很快就取得了回报 他成功地当上为领导 不过呢 在成为领导之后 他依然面对着很多困难 比如说 在他刚开始当领导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为了不让下属看出自己的无知 他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有一次他在团队的时候 因为没什么事 就直接帮项目经理 把BBT都做掉了 当项目经理发现这一点时 哭笑不得 直接对他说 这是我安排给分析师做的 不需要你做 如果你没什么事情 就回去吧 听到自己的下属这么说 作为领导的李语诺 非常尴尬 但他还是放下了自己的尴尬 坦诚地面对自己 没什么领导经验的事实 去问了这个项目经理 我能做点什么 对团队有用的事呢 对方告诉他 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说 去跟难搞的客户聊聊天 这样能够减轻团队工作的阻力 也可以多帮团队 争取一些资源 还可以和大领导多沟通沟通 就不需要他们团队 加这么多班了 李语诺这才谎言大悟 原来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多啊 跟你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想告诉你 其实在承认自己 不敢直面问题之后 在解直问题的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会做错事 选错方向 但只要一次次的去错 总能够找到那条对的路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 在职场工 我们要能够直面自己 内心的不敢 承认自己在某方面的不足与胆怯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 想当领导没什么可耻的 成为领导也会犯很多错误 但也不要害怕 那接着呢 我们来说第二个不敢 结婚多年不敢生孩子 这提到孩子呀 恐怕是当前很多人头疼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职场女性来说 李诺和老公结婚八年 一直没有要孩子 是因为他不想要 为什么不想要呢 他有很多的顾虑 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 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给孩子一个 良好的成长环境 再加上他当时在麦耿熙工作 已经很忙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他觉得很难平衡 事业和家庭 他的职业发展 很有可能因为孩子的到来 受到影响 不过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而且在工作上 也并没有受到影响 那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转变这个想法的契机 是因为一个朋友的一句话 当他跟朋友聊起自己 不想要孩子的悲观理论时 他的朋友告诉他 也许你的孩子会改变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不就是被人推动的吗 这句话对李依诺触动很大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 经过深思熟虑 李依诺还是决定 要成为职场妈妈 做职场妈妈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 李依诺认为 在工作和生活上 根本没有平衡 一说只有取舍 做取舍的时候 要做高质量的取舍 在重要的事情上投入精力 比如说在带孩子这件事上 李依诺认为 最重要的就是 要跟孩子产生连结 让孩子有心理安全感 至于其他的事情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这个想法上的转变 其实就能够解决很多困难了 就拿职场妈妈们最常见的 没有时间这个困难来说 职场妈妈们之所以没有时间 是因为他们往往被各种事情堆满了 比如有的妈妈没有时间 是因为觉得爸爸带孩子不靠谱 所以要适时攻心 但实际上啊 在带孩子这件事上 犯点小错误没什么 你只要保证 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时间 是高水量的就可以了 那除了平衡的难题之外呢 对于职场妈妈来说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身份的割裂 我们对职场人的要求 和对妈妈的要求 往往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职场领导 你会想到什么词呢 可能是干练 高效 强大 那再想一想 妈妈呢 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可能是温柔 关爱 无处不在 这些词是在我们主观印象中 对这两个身份的标签 你发现了吗 这些词完全没有交集 甚至有些相反 那一个人怎么可以 又干练 又温柔呢 这对于职场妈妈来说 其实是一个分裂的状态 也是职场妈妈 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困境呢 还是要回到前面说的 就是做取舍 在工作中我们会面临取舍 评估风险情况 做出选择 那生活中啊 也是如此 对于妈妈来说 带孩子这件事 其实每个阶段的重点 也都不一样 在孩子刚出生 还是新生儿的时候 妈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先照顾好自己 有过孩子的人应该知道 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妈妈的作息是很不规律的 因为她要完全放弃自己的需求 去满足孩子的需求 比如说随时可能需要被奶 需要哄孩子 这怎么办呢 那就放弃作息规律的幻想 抓紧一切时间 照顾好自己 比如说不要等到晚上再睡觉 只要孩子坠 你就跟着睡 还有在家里可以做些简单的运动 练领瑜伽 做些康复训练 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好起来 那等到孩子再大一点 在五岁之前 妈妈要做的就是动用自己的脑力 去理解孩子 用孩子听得懂的方式 去和她交流 父母可以多跟孩子玩游戏 并且在游戏里 把自己当成是很蠢很笨很傻的大人 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有力量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再大一点呢 在五岁之后 妈妈就要更用心了 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呀 往往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问题 父母不要着急反对 而是要跟随着孩子 去思考他的问题 李依诺的孩子 有一次就跟他说 想要开坦克去上学 确实很离谱 但李依诺并没有急于反对孩子 而是耐心地引导孩子思考 一起讨论 为什么街上没人开坦克呢 后来呀 他的孩子查资料发现 因为坦克太重 有履带 会把避免压坏 不过孩子又找到了 不装履带 装轮子的坦克 而且价格也可以接受 也就几万美元 但随着孩子进一步的 检索和查阅资料 发现坦克太耗油了 大概是汽车的40倍 所以后来孩子自己就放弃了 开坦克上学的想法 虽然可能和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 但这整个过程 从提问到推导出结论 都是孩子自己完成的 这对孩子的成长 培养他们自主思考的能力 十分有帮助 所以在这个阶段 父母的重点是 保持开放心态 引导孩子思考 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 育儿的路上 也许有重重困难 但是找准方向 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问题可能也就没这么难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 李一诺在育儿方面 有两个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 职场妈妈在工作和育儿上 必须有取舍 要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而最重要的事情是 让孩子有安全感 第二 在不同的育儿阶段 也要有不同的重点 能够做到这两点 会解决很多职场妈妈 时间不够用的问题 那最后呢 我们来说第三个不感 成功之后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 作为职场妈妈 李一诺不仅把三个孩子照顾得很好 在职场上也做得很好 她在六年的时间就做到了迈耿西合伙人 后来啊成为了盖茨基金会 中国首席代表 还成功创办了一所 具有个性化教育的学校 但在成功的背后啊 李一诺其实知道 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多障碍和惶恐不安 迈耿西曾经用一句话评价过 像他这样的人 内心有不安全感 但特别优秀的人 当时他以为 内心有不安全感 是优秀的前提条件 但随着他年岁的增长 他才慢慢领悟 内心缺乏安全感 本质也是一种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于他小时候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 父母离婚了 在八十年代 离婚还是一件大事 所以有很多关于 他妈妈的风言风语 为了摆脱这一点 他妈妈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 愤而离职 带着他到处奔波 从那时起 李一诺开始学着懂事 学着察言观色 觉得不能让身边的人失望 他想办法让自己变得优秀 披上一层厚厚的壳 他把过去那个弱小的女孩 埋在了内心最深处 但其实啊 这个小女孩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个小女孩在不知不觉间 主导了她的很多选择 李一诺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她前行的动力 只是不让身边的人失望 如果一件事能够达到别人的期望 那就去做 如果别人不能认可 那就不要去做 这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优秀的李一诺 但在她的心里 却十分厌恶这样的自己 对自己无比苛责 经常自我攻击 自我批评 我相信啊 李一诺的感觉 说起来很多人会感动身受 那如何摆脱这一点呢 经过李一诺一次次的反思和自我剖析 她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她 把这个伤痛拔出来 李一诺用了很长时间来修复自己 正视自己内心的痛苦 我们呢 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她的自我修复之路 就是向内看 我们之所以会受到很多内心的谴责 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向外看 我们想要得到他人的认可 想要获得别人的爱 当我们向内看 会看到自我的真实需求 了解真实的自我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感受到的外界的焦虑 不满和不和谐 其实都是自我的问题 只要我们调整自我 就能够获得快乐 幸福和宁静 那当然了 自我疗愈的过程并没有那么容易 有些人可能悟性高 很容易就悟出答案 但绝大部分人都需要慢慢修行 在这里呢 给你介绍两个方法 你可以在平时多用用 第一个方法是多问问自己 为什么这能够帮助你 更好地看清问题的本质 比如说你可能会因为 孩子作业做不好而生气 那就问问自己 为什么孩子做不好作业就要生气 因为我担心孩子成绩落后 那成绩落后有问题吗 有问题啊 孩子就会比别人成长的慢 所以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呢 使孩子成长的慢 那成长的慢会怎样 以后就会不成功 成长的慢真的就会不成功吗 这就要看你怎么理解成功了 如果你认为成功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那么就和快慢没什么关系了 在不断地询问中 你会更接近事情的本质 也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第二个方法是不时地释放自己 不要让自己被内心恐惧的声音占据 你可以多尝试一下冥想和深呼吸 随时地感受和察觉当下 你也可以时不时画一下画 这并不需要你画得很好 你只需要在画画的时候 专心地享受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那好了 以上就是力量从哪里来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分三个部分 讲述了不断地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 向内索取 你就能获得力量 首先呢 我们讲了 在职场上要执念自己内心的不敢 承认自己想成为领导 没什么科室的 那成为领导之后呢 还是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不要害怕 一次次去做 最终就能学会如何当领导 接着呢 我们说了 在育儿过程中 要有取舍 抓住关键点就可以了 育儿过程最关键的就是 和孩子建立联系 让孩子内心充满安全胆 那孩子在不同的阶段 也有不同的育儿重点 新生儿时期要靠体力 幼儿时期要靠脑力 五岁之后啊 要靠心力 那最后呢 我们提到了 不要害怕恐惧 要直面内心的自我 不断地进行自我疗愈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那在疗愈的过程中啊 你可以多问问自己为什么 以及通过冥想 呼吸和画画 来不断地释放自己 我去考虑 感谢观看